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1953年政府公布了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 用台泥台子农林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 交换台湾世家大族的土地 而且推行耕者有期田 将土地发放给电农 但是当时很多的民间地主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股票 所以当股价往下掉的时候 索性把股票给廉价卖掉 这也让国内出现一波资产重分配 而当时的几大家族 包括了板桥林家 陆港孤家 高雄陈家 新光吴家 国产事业林家 以及嘉兴水泥张家 永丰渝和家 林园的蔡家 都加入了台泥换股行列 其中国产实业创办人林登 因为早年留学日本 知道股票的价值 加上自己开了水泥加工厂 所以想要挑战台泥的经营权 虽然他不是政府主义的董事长人选 不过凭着他的天分 在台湾的水泥业撑起了一片天 后续还发展出多角化的集团产业 这集台湾也意为您介绍 第一代本土实业家林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兰元山的林万圣家族 在三舟二庄 有座完整的清代古厕 因为持续开垢荒地 情节累积 终于成为当地永远的地主 加上他的曾孙 林登 经商有道 土地资产更简庞大 因此 在1950年代 拿到政府通知 要配合根哲友齐田 将林家的土地换成股票 那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电子邮件 我在想说应该就是 透过这个资本传递的方式 然后跟地主说 你这些土地可以换多少的 股票跟债券 不可以说不 因为这个就是政府的政策 原来国民政府推行根哲友齐田 要将接收自日本的四大公营事业 台泥 工矿 台址 农陵等公司 仿效上海股票工会的模式 用面额10块钱的股票 兑换地主的土地资产 要用能耕种 有产出 甚至可以收租 流传后代的土地 去兑换一张名为股票的纸张 不少人都很抗拒 但早期台湾几大家族 不乏流氧或往来两岸经商的成员 他们知道股票的价值 1949年以前的中国时期 那在上海也一样是有正确的市场 他们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有价值的 大地主看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产业刚开始在台湾 几乎都是独占或者是寡占的 所以他未来的利用是可欺 所以包括板桥林家 鹿改夫家 高雄陈家 新光吴家 永丰于何家 和林园蔡家等 都积极参与 将土地拿出来换股票 1954年10月23号 天赐第一号 股票代号1101的台尼 在丛东府广场的三军球场 举行第一次的股东会 七万五千多名地主 摇身一变台尼股东 当时一张报纸刊出的照片 十岁的地主林博文 就是台尼的新科股东 而另一位国产实业的创办人林登 也在股东之列 他的儿子回顾当时选故的结果 台湾那时候刚刚是 国民政府策略在台湾的时候 希望各方面的建设 那水泥的需求自然就是 那他当然就会去选择 就是说那水泥就是他第一选择要的 政府拿四大工营事业操作 但林登没有选台紫 工矿农林 而谁被判重台尼 这是因为林登当年是水泥制品 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本身就拥有一家水泥加工厂 专门制作地线杆 机装等产品 而台尼公司是他的上游原料来源 当时台湾仅有台尼一家提供石灰石等水泥原料 在高雄 花莲 竹东和台北都有厂区 第一时间林登打算拿下经营权 补地换股票 他其实就开始去想说到底怎么应对 那也开始有就是去打听就是说 比如说各个公司的状况 其实在他后来王后仁的事业的生涯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功课做很足的一个经营者 只是政府这一边也做足功课 所有股东的背景调查写着 板桥林家的代表林博寿 曾经在日本东京留学 后来又拿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 是政府鼠疫的人选 另外高雄的陈启青 因为是国民党籍被授予副董职务 而林登则是跟各党派都有接触 最后直列常务董事 但实际负责业务推广的重任 我父亲跟林登先生就是同事 我们都称林登是林登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 然后他idea很多 然后他想到哪里就是马上才去做 实际力算非常强的 毕竟1950年代建设刚刚开始 水泥可以盖学校 公路 桥梁 甚至居住的楼房 市场上对水泥各种建材的需求量很大 因此出现水泥价格一日三世的情况 一天之内水泥配饰价格可以从二三十块标到五十五块 营建业苦不堪言 于是林登召集了两百多位业者 要求政府恢复水泥配额制 协助秩序重整 再加上1959年 台湾发生严重的八七水灾 十三个县市遭遇水患 房屋倒塌 铁路断裂 木制电线杆被摧毁不计其数 也提供政府更换水泥电线杆的机会 其实早期台湾的电线杆是木制的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其实不耐风灾 一旦遇到风灾 其实就会面临比如说大规模的停电 然后你可能要花长时间的修复 那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就是说他们去接触到的 就是水泥电线杆的技术 那其实也就是跟政府建议说 有这样的技术 是否就是说换成系统性的换成水泥电线杆 那一方面是说改进了这个 就是供电的稳定度 那另一方面也是替他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就是生意的机会 电线杆 铁路机庄 以及房屋重建的需求 让台泥顺势发挥功能 也带动灵灯的事业 更上层楼 灵灯甚至被邀请 和行政院长陈诚 美援会秘书长李国鼎 以及省政府主席严家干等 供商灾后重建的经济大计 尤其在美援时期 水泥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南韩刚打完越战 就是白费代局 也需要这个水泥 那在南越共和国 基本上也是呈现这个 战争的局面 然后它的经济也在发展 也需要水泥 所以那个时候 谭银公司把这个水泥出口 到越南的状况 主要是政府的受益 就是说透过这些物资 出口到越南 然后可以拉拢反共的友邦 民间需要水泥 政府和军方也都有需求 因此有一段时间 水泥是采取配额制 所有下游厂商必须提着 现金到台泥排队购买 这也让负责业务的灵灯 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买水泥的时候 台湾水泥公司那边排队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 水泥加工的老板 也要去买 那就在那边大家喷面喷面喷多了 我父亲说这很麻烦 干脆我们来做一个代表 在水泥加工会 去帮你们去买水泥 以前就是只管生产 而没有人想到说 我怎么去营销 但我知道说 后来它在台泥成立了经销商 那我们现在想经销商 其实就是一种通路 通路为王 它就有这种概念 不仅帮台泥建立行销通路 对拓展海外市场 灵灯也不遗余力 透过台泥常董 和水泥工会理事长的双重身份 帮台泥拿下许多订单 他虽然没有选上董事长 而是做好像是 第三把交易 也没有担任董事长 在那个阶段里面 它实际上 它是在协助整个台泥的外销 台泥的经营 所以台泥的偷胎换骨 开始名化 它是真正的灵魂人物 在那个外汇管制 出国管控的年代 灵灯时常率团出国 日本 韩国 越南 菲律宾 就连山屋地阿拉伯都要去 也因此有了第一任 冒邪董事长的称号 听您在讲好几次重要的场合 您当时都是跟着父亲 在国际间南征北逃 那也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称林郑先生 当时是一个 不是体制正式选出来 是地下或者说是这个体制外的 第一任的外贸协会董事长 您是这样称啊 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他的空谓了 不过他确实是 我自己后来在回想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三十岁四十岁以前是个商人 但是四十五岁以后他是企业家 真的很会做生意 就算卖水银数量不如预期 还是能够提高获利 让大家都赚到钱 台湾要出口到日本 大概三百万吨的水银吧 那结果日本说 我不想让你太多的水银进到日本 因为你们会破坏我日本的市场 那后来就是好像成交的时候是一百万吨成交 但是我们卖给他 譬如说是FOV四十块 那后来变成说 我用五十块给你买四十块的东西 那头脑很好 他也很会帅 那他是因为你要取的一样东西 你一定要跟人家 让人家也满意嘛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他不会说我去占你的便宜 那是有什么利益的时候 大家共享 林登在水泥夜已是举足轻重 也展现出韩各大家族比肩的魄力 当时台湾上班的五大家族都有专属办公室 为了识别代表各家族的高层是否到班 台湾办公室还特别设置五个灯号 让高层可以互相沟通 前的老员工也讲到说在台湾 就无大家族要算尽你们林家 这个你们的办公室上面有五颗灯 谁到了这颗灯会亮 对 但台泥的长斗植物并非林登的终极目标 他心心念念还是想要拿下经营权 于是找上当时台大农金系二年级的陈德生 陈德生家族也是地主出身 两人一拍集合 于是拿着手写的股东名册 在北中南到处找股东收购委托书 预备在1957年台泥第二届股东会发难 当时许多地主的股权代理都流入林登手中 一手掌握高达七成股权 因此在台泥第二届股东会 五十八席代表当中 林登掌握到九席董事支持 虽然胜过板桥林嘉玲活受的八席支持 但还是被沈正五指派沈正厅官员 强力斡旋下 崩拜垂城 那个时候令尊已经拥有 人家说有差不多七成可以揽到 差不多七成左右的掌握票可以掌握 他算是比较优势的 可是怎么会在这个动作经营权上面 结果他还是没有拿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简单 跟现在一样 政府本来就不是要他 政府强力介入 林登无奈将经营权拱手 让给板桥林嘉 不过透过和陈德森的合作 收购委托书的模式 林登先后参与了 农林 牌子 工矿 新波 台湾炼链中华制药 国宾饭店等公司补权 这也是他专注水泥本业之外 事业版图持续扩大的原因 因为台湾早期的这些经营者 都是从地主起家的 林登也是一个宜兰的大地主 不是cash 又是土地 那么他把土地卖掉就去投资 当他赚到钱就回来再把土地晃着 这是最安定的 因为台湾早期的 最安定最稳定的储蓄方式 其实是在土地 但也有不少地主 用原本大片土地 换来厚厚一叠各公司的股票 却在证交所还未成立之前 直接在民间卖股 两三块就脱手 没卖掉的 也有人只等到台湾 工况下市的结局 最终多数资产人间蒸发 这个时候的面额是 每股十块钱 有一些地主也不懂 把它卖掉 所以到有些地方就是 每股两人三人这样子卖掉 本来面额是十块 一等于亏了八块钱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这个土地想交出去 那你未来这些土地的 这个定期的手足 也就没有办法再取得这个租金 可以传世的土地 因为政府一项政策 造成资产重新分配 而企业家林登抓住机会 一要而上 成为台湾第一代始业家 不过他的崛起 却要从日治时代 从日本偷学十米瓦的秘密说起 其实在国民政府前台之起 本土世家大祖当道 没有靠山的生意人 几乎是独目难知 但是出身宜兰的林登 却能够赤手打天下 这一切和他早年留学日本有关 林登靠着二哥资助 前往日本留学 开拓了视野 也意识到工业技术的重要 后来二哥经营十棉工厂 品质不到位 屡屡被日本退货 面临破产 林登再度回到日本打工 去研究十棉的生产机密 带回台湾继续改良 因此林登摇身一变 成为台湾十棉大王 后来又跟上建设台湾的脚步 开启了水泥加工厂 混泥土工厂 建设公司 甚至还曾经投资 疏结卫生纸的母公司 并跨足称卷业 继续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林登的经商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登出生在日治时期的台湾 当时台湾仍在农业社会 因此农业学校让各方取值若鹜 13岁的林登报考州立宜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这个学校第一届 第一届是入居一百个兵额 里面有75个兵额是给日本人指定的 台湾人大概只占25个 所以当时大概从台中以北的学生 都来考这个学校 竞争激烈 林登仍然金榜提名 顺利成为党外祖师爷郭雨昕的学弟 15岁那年农校毕业 在二哥林正彪的赞助下 林登赴大阪深造 也是在这里看到日本工业发展 让林登砌农从工 那么他到日本去念书以后 照想应该走容易的路 这是日本正好有石棉瓦的工业 这在日本是最新的行业 台湾都还没有 所以他以这样的视野 这样的观点 还跟台湾的居住 跟他们家庭生活的情景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就专门去学石棉瓦的工业 在大阪帝国大学就读石棉瓦专业 毕业之后的林登回到台湾 当时林家二哥 在台北中山北路的石棉工厂 所产出的石棉瓦容易军裂 时常被日本退货 于是林登为了手足情 顶着大学毕业的高学历 回到日本的石棉工厂 从基层做起 日本的官方不采纳 他认为我们没有那个技术 可以做到他们想要的石棉瓦 这种东西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他就跑到日本去 去白天去工厂里面 去跟人家打工 那就偷偷去学那个石棉制 制造石棉的方式 白天打工 晚上陪主管应酬 深夜就回到工厂 睡在机台旁 仔细研究机器的各项零件 最后他发现 机器内运转的滚筒 是橡皮制造的 要时常更换 否则弹性疲乏 产出的石棉容易破裂 而且自作的原料也有讲究 他利用大船的肺绳 加入水泥 让制作出来的石棉瓦 坚固又耐用 终于获得成功 学好了之后回来 大家改良我们的石棉瓦 才再去跟日本的官方 去申请说 我们的石棉瓦 可以做到你要的那个水准 你采纳 采纳了 国产石棉瓦 就开始好起来 采纳改良制作流程 灵灯的国产石棉公司 声誉雀起 适逢中日战争 让各种物价飙涨 尤其是建筑 营造最重要的石棉瓦 价格更是连连翻涨 抓准时机 扩大生产 灵灯一药而成为 国内石棉大王 全盛时期 连美国在台协会的屋顶 都是使用国产公司的石棉瓦 后来灵灯触角 升到上海 建立石棉工厂 因此也结识了不少 上海商界名人 为了融入中国商界 灵灯花功夫学习华语 那时候有很多万省级的这些 他的老朋友啊这些等等 但是呢 他都能够听得懂 他们讲的方言 但是我都听不懂 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说 他都是不断地 跟他们在互相沟通里头 去学习的 那我觉得 都有这么一个 永远保持的一个 这个学习的精神 不断学习新知 同一时间 灵灯在感情世界 也有了归属 他解释了台北松山望族的 陈碧玉 陈家在六张里经营煤矿 同时拥有台北松山系纸 之间的客运公司 两个家庭强强联姻 婚后妻子冠夫姓 改名林雪玉 也跟灵灯一样 具有兔子眼光 我妈妈超爱埋土地的 我印象中 我陪她去看那个土地 敦化北路 开到敦化南路 圆返那个地方 那个路 后面全部都是田地 你看 第几支电梯条 开始 到第几支电梯条 印象很深刻就是 看那电梯条 你算它 属着电线杆买土地 到处列地之余 也跨足影业公司 拍摄了许多 快智人口的励志电影 像是1957年上映的 《路遥之马力》 以及芭蕾舞明灵 林翠华演出的 《水花记》 《鬼婆》等 甚至首创影星 随片登台的方式 让后来许多电影 纷纷跟进 您的家人 包括母亲 还有您的亲戚 也对这个影视产业 贡献得蛮大 拍了过很多电影 以前 母亲她就喜欢 坐着三轮车 跑整个台北市在跑 那就买了很多土地 甚至后来就跟 朋友就签到 你也可以拍拍电影 那她也就拍了 好多的台语的电影 夫妻俩都有生意头脑 颇有互别苗头的态势 资产不断增加的 林登家族 除了企业扩张 土地资产也不容小觑 像台北汉口街的 贸易公司 信达行 也是自由土地 而能够白手起家 林登经商秘诀之一 在于它都是从基层 开始大通关 时常招待这些年轻的吃饭 最多一次二十几个人吃饭 招待年轻员工 就是看准未来他们会升迁 从基层建立起的关系 可以更加牢靠 甚至每次海外归国 自己的员工礼物也不会少 每一次他出门在外 回来的时候 他都会带小礼物给大家 那时候我也蛮期待的 因为在那年轻的 我有一个小礼物 我觉得从海外拿回来的 总是很开心 他是一个做事情很仔细 什么事他都自己做 所以你问他 像到了后来的老板都会说 我不知道 你要问一下秘书 才知道我的行程什么 他不是 他可以当下就知道说 我待会要干嘛 林登处事圆融 又面面俱到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林登有气喘的毛病 根本不能喝酒 我父亲本身有气喘 对 那他基本上是不喝酒 可是呢 我后来发现他 他跟客人进酒的时候 事实上又觉得陶甲婆 他会用毛 他马上就用毛巾擦一下 然后就把酒就吐出来 林登克服自身限制 四处应酬 结交各方好友 处处展现自己 对事业的执着和坚持 但他从不发脾气 对属下也不吝赞美 同来不生气 因为一个他很会带人 这个是我学习的地方 时常承证我 在他朋友面前 另外林登也时常帮助 曾经往来的友人 他帮忙的人好多 有一个姓沃的 以前在上海做 十年的这个 这个生意 他认识他 结果逃到台湾来 有一次 在新公园旁边被他碰到 我说你要做什么 都没有事啊 他就跟他安排到台湾去 过来做到厂长 我们宜然有一句话 这是老辈他们讲的 他说 没头发就来台湾找林登 他是一个标准的台湾人 他在民国六四的以前 这样有办法 跟那个党政军界商界 都弄得非常好 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有些企业家 到达办以后 都认为不可一世 他都没有中在 党政关系好 不是空话 看看当年 国产实业大楼启用 蒋燕市 林阳港 孤政府都亲自剪彩 桃园叶林 和郭汝林 陈首山上将 站在第一排 还有从宋长治上将 手中接过表扬 就连国泰集团 蔡万林 都跟他割凉好 充沛的人脉 使资源更是机会 1983年 生产疏结卫生纸的 美商石谷波 亏损严重 早上灵灯 成功报表在看的时候 亏本就是亏本 那我附近的看法是 那这种东西是 一种必须的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好东西 人家既然送来了 他就觉得说 好 我们赶快把它收了 花了一亿3800万 买下33.3%的股权 之后每年拿回股力 短短四年 石谷托账面保留盈余 已经高达5亿7500万 这时 外商石谷托后悔了 想把股权买回 后来因为赚了很多钱 那Skot就不认账了 他就去找经济部说 说要提高 第一个要提高Loyality 那第一个他要买回 那政府就强迫 我们说要买回给他 外商向政府施压 经济部于是要求 林登出清手中持股 林登无奈照办 不过四年下来 这项投资也替林登的 国产集团获利数亿元 还有另一项投资 更证明林登的眼光独到 那是上海帮大佬 所主导的顶康证券 顶康证券是徐富仁 有四五个是上海帮到 上海市府正监帮的 那这几个就是 本身就是上海最出名的 那后来因为徐富仁 他们年纪比较大的 因为也没有人去接他 他就问我夫妻要不要 我就说好啊 那就接下来 那接下来就派我当董事长选了 在券商开放之前 台湾主要四大券商 日盛 大信 顶康和环球等 上海帮的顶康证券 由于股东年事已高 找上林登来接手 于是林登在1986年 花三千万买下股权 恰巧这个时期台湖起飞 尤其1990年 台股首度占上万点关卡 营业厅满满人潮 家庭主妇 菜兰族每天都去 耗子看盘 就连证券公司的清洁人员 都能领到五十个月的年终 那个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 各大券商每天业绩冲破百亿 短短持股十六年后 林孝信将顶康证券 以数十亿元出售 获利超过百倍 林登投资眼光再度引发侧目 台湾讲一句话 生日间拍戏 它是typical的生日间 对不对 它跨足太多东西了 对不对 你包括航空饭店旅行社 早期旅行社它也跨足旅行社 所以你知道它海盖的面 就相当相当的狂 纵观林登的事业发展 得利于眼光超前 独具慧眼之外 它的为商之道 总是人气活取 既可助人 亦能扩张版图 买股出资上亿元 眼都不眨一下 但对自己的生活 却相当简朴 我记得我有跟着他 去那个年代的老板 就我们会想说 点什么什么 那么有钱了 他还是吃炒饭 再配几个萝卜干 但是在那个年代 他们都甘之如鱼 就很节俭 但是就一直为了创造这事业 对自身节俭自持 对朋友大方相助 处处与人为善 抓住机会 毫不犹豫的性格 也是灵灯成功的主因 不过在戒严时期 他引进日本的私人保全公司 当时取名警备保障诸实会社 一度引发风波 这个事业历经七年亏损 才走过低潮 林登担任台逆的长董 长达三十多年 一直到1989年 副董陈启清过世 才递捕上副董职务 但他心心念念的想要一家 自己的水泥厂 这个愿望一直到2005年 才有儿子林孝信帮他实现 而1970年代以后 台湾曾面临两次的石油危机 政府退出十大建设 不论是港口 桥梁 道路 或是机场 通通需要水泥 林登的玉瓣混泥土公司 以及国产实业建设等 迎来获利的黄金期 而林登赚到钱之后 不断的买进土地 厂房 让国产集团土地 资产存在高达45万平 同时他也跨足了素食 航空 电视 和保全业 不过在那个戒严时期 林登引记日本警备保障诸事会社 一度引起了政府的疑虑 几经拖折才过关 1970年代 台湾面临国际油价大涨挑战 通膨压力巨增 政府为了提升总体经济 推出十大建设 包括国道一号 陶原国际机场 陶原国际机场 台中港 苏澳港 核能发电厂等 这些通通需要用到水泥 于是灵灯抓准时机 开启国产集团的黄金时期 旗下的玉瓣混凝土 国产集团有高达45万坪土地资产 相当于27个中山足球场的面积 它的事业版图更横跨 食衣、住行、娱乐等各方面 尤其特别喜欢新兴事业 一度对媒体经营有高度兴趣 曾经是电视台最大民营股东 因此宏集一时的凤飞飞 谢玲玲、马知晴和沈诗华 都曾与她合作 甚至起心动念要投资美国电视公司 其实我父亲蛮大胆的 决定不相信 我在25岁的时候 她曾经美国有一个电视台要卖 分断了什么放中国的节目 或是日本节目、韩国节目这样子 她说她要卖100万美金 那我父亲居然想说 她说她想瞒那个公司叫我来管理 是我把它拒绝掉的 1970年代的100万美金 壁纸非同小可 以当时的价值可以在台北市 买下100间40平的楼房 而这时还在戒严期间 林登从日本有人处得知 日商有家警备保障注释会社 来台寻找投资伙伴 那时候我阿公就派我爸去日本先去看 去了解去学 然后就了解说 哇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市场 可是没有人听过 可是这个idea很好 所以那时候才觉得说 那这个台湾有可能可以试一试 台日双方达成台湾出资75% 日本占股25%的协议 总资本额350万成立一家警备保障公司 林登甚至动用人脉 找来林源集团蔡万林 杨乐多陈崇光 基隆传武代理起家的杜万泉 东南水泥陈江璋 和军方出身的肖震芝 共同投资 可惜一次排开的商界大佬 还是无法保证拿到许可 命名的时候你要名什么名字 什么保全啊 什么我们已经有什么 这个这个警备事运 有什么那你来干嘛 那他们也不知道 那后来是我附近就把日本的这个社长 就请到台湾来 那跟这些军方就解释说 我们这个是在警政署的监督之下的 后来就变成一个通报系统 原来新公司想要沿用日本警备保障的名称 但警备总部 调查局 国安局和警政署 对此充满疑虑 甚至担心这家公司 会成为无法管理的地下部队 来来回归更名好多次 最后以保全为名 才让公司拿到执照 初期业务以卖防火防盗器材为主 台湾要那时候在建监的时间 所以这个他们在日本取的这个名称 在台湾是 就一直被拒绝 对 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把它 说说说说说说 缩短刀成就变成是保护安全 就变成忠心保全 这四个字 身为台湾第一家保全公司 当时虽数独占事业 但因为所有设备都是日本进口 维修也需要送回日本 加上初期客户数不多 导致苦撑了七年才开始获利 他每个月不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他是一直都不断地在收服务费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累积累积累积型 所以他不是因为一件事情而让他赚钱 而是他是这个行业是特殊的地方 是一定要累积到某一个门槛的时候 他一破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一直不断地一直在转的 客户数持续增加 中心保全的功能也全面扩充 不只保障安全守护资产 还提供银行ATM的补超服务 甚至扩大服务到外销的保税仓库 还有大型的仓库 大型的仓库保险公司是不保的 因为风险很大 破洞也很多很容易被侵入 所以我们就也朝着大型仓库去做这个保全 台湾的服务业要发展 这个保全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那么林登先生他是一个 我刚刚讲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者 他也是一个产业的开创者 他知道这个产业将来会影响到所有的社会 民生 过来台湾在这个保全事业里面 有很多厂商都出现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 保全业百花齐放 已多达五百多家 而除了保全开封器之先 素食餐饮业的开创也有林登的声音 一九八四年 素食龙头麦当劳进军台湾 日本明治乳业猪食会社 有意跟进 于是找上林登 双方在一九八五年 赤资四亿三千五百万 成立天明事业 共同经营明治汉堡 开幕仪式 还找来当红艺人 诗思 曾秀珍 蒋璃璃等人站台 一时引发关注 日式的明治汉堡连续亏损十一年后 一九九六年 黯然退出台湾市场 汉堡这个东西是挖进来的 是从美国到 日本产业的发展是这样 是日本学欧美 美国的东西到日本去了以后 林登就一直到说 日本也都要台湾怎么样 以后一定会 这个就是要超前复权 第一个超前的不一定会最好 上面后面第二第三个 法会比较好 为什么 他真是前面第一个的经验 来做百来跟百散 台湾可能继续的发展 还没有到那样的地 所以有时候就时间上了 布局太早 明治汉堡没能成功 但是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七日 因病死事的林登 心中最大的遗憾 是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水泥场 为了替父亲原梦 赐子林孝信 在二零零五年 远赴福建湖南设立水泥场 我们总裁有率领的团队呢 就到福建跟这个湖南去设了两个场 两个水泥场 所以后来我们就借着能够处理 还有一些获利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把福建厂也处理掉了 我们也把这个湖南水泥 我现在留了百分之二十 由林登建立的国产实业集团 已经走过七十个年头 庞大的事业版图 目前进入第三代接班 赐子林孝信交棒后 两大事业体 国产实业由林孝信长子 林明生接手 旗下有惠普公司 国芯水泥 瑞幸建设等 而赐子林建涵 则负责中保科技 旗下有国芯保全 力宝保全 中保物流等 第三代发展的亮点 在南港五万坪土地开发案 要将当年林登购入的土地资产 活化运用 下一代他们都是留美的 一个人在负责国产这边 老二在负责中心部人 两位兄弟很好 他们只要好好合作 我们自己又有资产 自己又有技术 我想应该 我不知道不像德川家 刚刚说我也可以做200年 大概做了三四十年没有问题 希望比较日本模式 让集团永续 不过林登一生创业的精神 也成为隐具创作的蓝本 不仅记录下那个动荡的大时代 所有为建设台湾付出贡献的地主 也要让沈怡强人 拼搏的精神 流传下来 1950年代至今 台湾四大家族靠着土地 知识和人脉 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让一般的地主难忘其向背 但是宜兰元山的林登家族 却在那个政治威权 商业轨迫 产业变迁的年代 看准了趋势 掌握契机 建立家族的事业版图 林登一生创业故事 亮丽精彩 让人叹为观止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艺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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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